为了威慑中国,美国举办了一场号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黄海军演 但这场原计划要进行15天的演习,只用了5小时就匆匆结束 美国海军纸老虎的形象在国际上出名了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 为了威慑中俄,美国举行了一场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黄海军演 说好听了是威慑中俄,但实际对手不言而喻,只有一人 美国和加拿大的舰队直奔北京,舰队距离北京最近的时候近500海力距离 也就是说,美国的巡航导弹可以轻松覆盖中国首都圈 美军援计划要在这里进行为期15天的演习 然而最终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美加韩联合舰队直演习的5个小时就匆匆离去 这里就不得不感慨一下美国海军的强大 原计划15天的演习只有5天就完成了 二战时期,法国转进的速度都无法和美国海军辟低 充分体现了什么叫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只能说这一波美国海军丢人丢大了 这里让我们看看中国为了应对美国人的这次演习 都做了哪些装备 首先,我军在东海派出了一支由八艘军舰组成的主力舰队 在东海举行大规模军演 其中包括四艘052、两艘现代以及两艘054A 这支部队在东海位置上封锁住了参严美军的退路 同时,北方舰队在黄海内部配合我国的海防团 演习利用防守方的火力优势 对深入黄海的敌国海军直接关门打构 海防团属于是我国的沿海防御力量 就战斗力来说,可能比正二八经的海军要差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就是陆地是不会沉默的 海防团可以随时依托陆地对海洋上的敌人单位 进行远程火力打击 如果这样还不能让美国演习舰队害怕 我们还有第三手准备 那就是山东舰带领的航母战斗群 该战斗群由21艘主力舰构成 其中包括了055和052D等主力舰 该舰队的任务非常简单 只冲关岛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阻断美国关岛远军 确保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 可以顺利完成关门打构的任务 原本美国人预想演习的是 美韩加日四国联合海军 前往黄海对中国飞龙骑脸 掐着中国脖子上耳光 但是中国的演习证明了 你就算是在第二岛连跟中国打 也没办法骑中国的脸 反倒是中国海军直接反骑回去了 甚至直接掐着关岛 给美国人一顿大嘴巴子 在演习中 美国的联合海军编队都已经被中国海军包了饺子了 剩下的项目再演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中国这边侦察机飞一飞 雷达照一照 火攻雷达吓唬一下 已经被彻底包围的美国海军 有胆子反抗 11艘航母可全都在大休息 现在美国在海上一个航母都没有 最近的一艘还因为燃料泄漏 在日本港口里面趴窝的 最终正常演习只用了5小时就匆匆结束 总期间 美利坚号也灰溜溜地返航了 甚至日本人早就看出来了 这次演习不靠谱 早在演习开启之前 就给大家表演了一波 什么叫退堂鼓 为什么美国人要坚持进行这场没有胜算的演习 最后走人的时候又跑得那么快呢 正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其政治决策基本上都是被国家经济形势所左右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当前的美国经济环境 基本上就能猜测出一二 为了弥补美国长期积累的亏空 急需外国书写的美国 通过俄乌战争开了欧盟的罐头 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单单吃了一个欧盟 美国人还吃不饱 所以他们把目标放到了中国身上 只不过他们开中国罐头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首先就是 中国最近在科技竞赛上压了美国一头 华为和苹果的发布会几乎同时展开 但就从发布会的结果上来看 仿佛被禁运三年的企业是苹果而不是华为 其次 美国为了和中国达成不平等经济协议 已经连续派出了国务卿 财政部长 气候特使 商务部长等高官 然而任何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经济条约都没有谈下来 前驴祭球的美国人只剩下军事威胁 吸引东亚游资一条路可选了 其实这次演习 哪怕不压住中国一头 美国人只需要做到和中国势均立顶 不分上下 就跟在乌克兰一样 那么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包括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的资本 就会开始考虑原理亚太地区 前往美国避风头 届时他们可以像是在欧洲通过俄乌战争开罐头一样 吸引这些游资进一步恢复本国经济 甚至可以在必要时 打破中国坚持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底线 从而让美国进一步回血 在美国资本的逼迫下 哪怕是美国政府内的理智派 估计也不敢置身 毕竟这可涉及了华尔街的挣钱大吉 自己的竞选资金都是从那边来的 如果真的反对了这次演习 到时候 一个通中的罪名砸下来 他们也担待不起 结果没想到这个丢人的军演计划 越往下落实 实际负责的美国军方越觉得扯 虽然说真的加强走火不至于 但是 一个闪电航母战斗群 直接被中国南北包夹 骑着脸来了一波反演习 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全世界所有眼睛 尤其是金工资本的眼睛 都在盯着这次演习 结果竟然是 中国海军用坚决的战术行动 保卫了东亚安全 这个时候 资本自然也就不会按照 美国的远计划去美国了 那么这场丢人军演 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军事力量无法撬动金融有资 海军再留着 也就是干烧钱罢了 在足够的实力面前 美国的金融剂量 根本不会生效